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四的凌晨 舉行了一場英超的保賽 紅魔鬼曼聯作黑水晶弓 最後打成1比1平手 而在賽後接受天空體育訪問的時候 曼聯注碎坦克表示 球隊是需要吸取教訓的 坦克就表示 他認為他們控制了比賽 攻入了一個精彩的入球 他不認為球隊的表現是頂級 但是仍算可以 球隊是控制了比賽 他們需要在下半場投入更多 如果賽果去到2比0 比賽就會結束 但是如果你在距離比賽結束前的1、2分鐘失球 這樣就很難逐出反應 儘管在之前卡斯米露有個機會 但是他們必須吸取教訓 為第二個入球的到來投入更多才可以 關於卡斯米露在今場領導的王牌 令到他將要錯過 未來周末對陣阿仙奴的關鍵賽事 坦克就表示 他認為這是他的本能 他錯過了這一球 很明顯是一個危險的情況 他想阻止這一點 因而作出了反應 在上一次他們沒有卡斯米露的情況下 依然能擊敗阿仙奴 所以今次球隊要做相同的事情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幫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健康球賽事 不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